有点乱啊,真的? 真的有点复杂 住着这个房间,一个晚上多少钱呢? 今天又是离开的一天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会离开布拉格 去德国的首都 Berlin 在那之前,我们就要先搭 tram 去火车站 OK, Let's go 又是一个交通片 今天乌云密布 完全描述了我离开布拉格的心情 好温馨哦 你对布拉格依依不舍 OK,现在我们要走路去火车站 好美的犹太教堂 好美哦 你看,Tifical Tories 我们又回来火车站了 在慢个小时,我们的火车就出发啦 所以我们要先赶快去找我们的带房间 You are so right Go go 我们到了火车站 嗯 还有20分钟火车就来了 对 对 对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什么 这是一个男的我说 喂,单手 哦 嗯 这是free seat 哦 我们被它的外观 骗掉了 但是它里面的设计其实是蛮不错 很舒服 所以我们一进来了 我不知道我是坐头等舱呢 还是 呃 普通的位置 我们的火车票是没有标注位置 那我们一进来火车站了 它就有很多四人桌的位置 不知道它这个是它的桌子是这样子 嗯 对啊 对啊 这是什么 放水啊 垃圾桶 它下面有那种 空手机的USB 插头 没有那种 电脑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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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幸好我们的行李小 所以我们只是把它放在上面 就算是大行李也可以放 什么 什么 按吗 灯 所以我们是两点半的火车 但是它两点十多分就一定来了 所以我现在等着火车出发 终于明白这个德国火车 正在操作 如果你是没有预定位置 你就要看什么没有票了 然后你就可以 坐在这个位置了 对 因为他们会有注明 从哪个站到哪个站 有人预定那个位置 所以你要好好找哦 有点乱啊 真的 所以我们这一趟火车呢 将会是四个小时到Burling OK现在是两点半 火车 准时出发 好 带大家来看看一下厕所 很干净 很干净 现在是厕所 很干净 然后有洗手盆 然后有洗手盆 还有洗劲 多很多镜子 好多镜子 好多镜子 可以在我们的厕所 可以在我们的厕所 看到那个链 我觉得它很方便哦 你的欧洲跨国之旅啊 很多交通 基本上你都可以从那边订 我看到一个不停满 还有一个不停满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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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因为我们还有我们这个桌子有人预定了 但是还蛮舒服 可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没有WiFi 就只有限定的车厢和WiFi 它的座位比较直的不是脑水 所以我寻不下 我觉得它的唯一缺点没有WiFi跟座位 基本上主要都是这两个缺点有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了 到了到了 我们终于到德国了 我们终于到Berlin了 现在已经大概6点了 下几点? 6点42 准准的时间 跟着那个时间不要跑 所以我们现在赶紧买我们的Tram Ticket 去我们的住宿吧 整天都是在搭交通 不同系列的火车 哇好安静 哇好安静 OK跟大家报告一下 现在天气是9度 没有很冷 但是我们还是爆得近景 哇好大哦他们的火车站 就是一个Chapling Mall 对啊就是一个Chapling Mall 好多商店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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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联系 你的红点都没有站在那边 嗯 我们研究了大概15分钟来 买这个德国的巴士 跟那种Tram Ticket 怎么样用 真的有点复杂 然后现在我教你们怎样用啊 如果你到了德国的火车站 首先你要买火车票 你要找到那种红色的机器 对 然后买火车票呢 很简单啊 一点都不简单 那首先就是按英文 然后就是按这个 我们研究很久了 不在按哦 然后我们去的是AV区 然后 我们 预算会暂时用到四成 所以我们买这个比较便宜 便宜一个两块多EUR 所以我们给钱 所以我买了四成的四个单程票 可是还是变成两张 缩短板 可是便宜一点 所以我们就先试看用资章去 到我们的Tram OK 走吧 赶紧见 OK 我们要上了Tram 所以你这 上了Tram 记得一定要打那个卡 打你的票 不然花分钟 被查票 你会被罚款 大概60EUR 就算你 就算你买了票 没有打 他们都算你是逃票 所以他们自己查一点 OK 所以我们要做 35站 就多久呢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最后第二站 最后第二站 可以到了 诶 什么 哇 很忙忙的 OK 好暗喔这边 走个四分钟 有没有好咧 有没有好咧 OK 所以其实呢 我们租的是一个小房间 就是有两张单人床 简单不值的床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放在那边 因为他根本都走不到什么东西 大家猜猜 租这个房间一个晚上多少钱呢 是大概 130块 所以真的不便宜 而且我们不是住在市区哦 我们是住在 离市区一个小时的地铁 的地方 都要130块 一个晚上 你可以想要四种新的房间 是有多贵吗 然后 当然我们住的是 我们也是有公用厕所 公用的厨房 OK 这就是德国人的厨房 简单 其实我们到欧洲 以后呢 都看到他们 其实他们自己家里呢 都会很提倡 环保啊 跟省电 就算走到那边 他都是会自动关灯的 如果没有人在的话 所以是 他们是 走很环保意识的社会 下一集呢 我们就会去 Explore Berlin 这个城市 柏林其实是一个 充满故事性的国家 去地底世界的一个门票 柏林的东边墙 哈哈哈哈 但他很担心 柏林 典型的旅客 你不是典型的旅客吗 我这个是要跟观众分享的 这一集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点赞 订阅分享 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集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